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沙巴和沙拉越要求 根据1963年建国契约在国会下议院 占三分之一的议席 副首相 Dr Sri Fadila表明 目前相关问题还在讨论阶段 月季需要耗时两到三年才能获得解决 Fadila表示他将尽快召开1963年建国契约技术委员会会议 根据议题讨论有关事项 并优先考虑不涉及深层法律及技术问题的课题 一旦技术层面做出决定 将提交行动实施委员会做最终批准 并提交内阁和各部门修改相关法律 他强调将三分之一的国会席位分配给沙巴和沙拉月至关紧要 以确保半岛无法修改宪法 消除或剥夺东马再建国契约的权利 此外该契约所产明的教育和卫生事务权利也还在讨论阶段 与此同时身兼种植及原产业部长的Fadila表示 该部将会和农业领域业者商讨对策 以确保相关领域的整体生态系统获得改善 并吸引本地的员工参与 进一步降低对外老的依赖 当局也将研究相关领域的薪资以吸引本地人加入 他透露该部在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重点将聚焦在研究和发展项目的拨款 以便将我国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他是在本台节目Vichara Narrative Cost接受访问时这么指出 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财政部副部长 Dr.Sri Ahmad Maslan指出 联邦政府正在寻找各州租赁限制的国有土地 以便发展现代化农业项目 他是在福荣出席2023年财政预算案对话之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他说这是该部和州政府进行对话会时获得的部分反馈 也是政府确保国内粮食安全的部分努力 他透露这次裁案的重点将聚焦生活成本 就业 加强经济 实施体制改革 灾害管理及缩小各州发展差距等问题 随着本地媒体揭露国内数间旅行社批量购入朝圣机票 以高价转售谋取暴力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张庆信表示 该部已经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 一旦发现违规将被吊销旅行社执照 基于张庆信将前往印尼出席东盟部长级论坛 张庆信指出 他已经要求副部长凯如有关旅行社展开会面协助调查 预计在他回国之后能够完成调查工作并做出宣布 本地媒体报道 由数家朝圣旅行社批量购入前往圣地的机票 并以高达6000令吉的价格 转售给印尼朝圣机构赚取暴力 为了缓解吉隆坡国际机场人潮拥堵情况 移民局设立迅速反应小组 将在高峰时段开设26个入境柜台 以解决外国游客在柜台人满为患的问题 移民局总监达德斯里开入指出 记录显示 一月入境大马的外国访客多达49万5210人 相等于每小时有665人入境 然而在迅速反应小组设立之后 通关程序已经加速到每小时780人 相等于每分钟有13人入境 12个入境局委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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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你 recht 华林山昨天晚上发生临火 野火随着垂直的岩壁 从山脚往山峰蔓延 鉴于天色已暗 可能对参与行动的人员构成威胁 因此灭火行动被迫暂缓到今天早上 华林消整局局长 Muhammad Jameel指出 当局在昨天晚上七点四十二分 接获华林山火灾的投报 当消整人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猛烈的火势正在朝着山峰蔓延 消整人员和义务消整队 从山脚处灌水尝试扑灭火势 不过灭火行动面临难度 因为火势已经往上蔓延 此外当地的地理环境 石灰岩壁几乎都是九十度 再度的加剧了灭火难度 基于天色已暗 可能对参与行动的人员构成威胁 因此灭火行动被迫暂缓 直到今天早上继续展开 每逢雨季 国内各机构都会提醒家长 看好自己的孩子 尤其下雨时不要外出细水 以免悲剧发生 然而极达一名六岁男童 却在雨天到沟渠旁细水 结果掉入沟渠被冲入化粪池 所幸的是男童及时获救 这才捡回一条命 这起事件是在昨天下午五点零七分左右 在双溪大年年青花园附近发生 枝干巴都销整局主任 Sukri Hashim指出 当局在接获投报之后 立即安排七名销整员和警方到场搜救 并在半小时之后 在距离男童失足沟渠约五十公尺处 发现男童 随即展开营救 并将男童带往安全地点 男童在接受初步的治疗之后 已经交由卫生部医护人员送院检查 三美兰移民局昨天凌晨 前往一个非法聚集点展开突击行动 并发现现场竟然聚集了 高达六十七名非法入境者 这些入境者全数来自印尼 其中过半以上为孩童 森美兰移民局主任Kenneth Dunn指出 执法队伍是在获得可靠情报之后 在凌晨一点三十分 前往如来一个森林沼泽处 展开突击行动 行动中当局发现现场 共有六十七名印尼籍非法入境者 其中三十一人为男性 三十六人女性 儿童方面则高达三十六人 最小的只有两个月大 他们并不持有身份证 逾期逗留等文件 因而抵触一九五九 一九六三年移民法令 一九六六年护照法令 以及一九六三年移民局法令 此外 基于现场备有邻国教育体系的校园设施 并设有多台发电机 当局相信 相关人士是在此地非法办学 并聚集于此超过两年 同时 行动中 当局还起货多把长矛和砍刀等危险武器 目前 所有被逮捕人员 已经被带往两冷移民局扣留所 以做进一步调查 大马国家电影发展局 将与大马专业电影人协会合作 以提高本地制片人的技能 该局首行执行员 Mohammad Nassil指出 将为在我国拍摄的国际作品 提供百分之三十的人力 进而促进我国艺术领域的经济发展 大马国家电影 与此同时,Nasir表示,当局收集了一份来自电影各个领域的工作人员名单 将为在五国拍摄的国际作品提供人力 Nasir是在大马国家电影发展局主持大马电影工作人员日庆典之后这么指出 我国的第一国产车宝腾公司承诺将在今年三月之前完成剩余的八万辆还没交付的订单 副首席执行员Roslan Abdullah表示,当局将位自去年六月以来还没收到轿车的客户承担销售税 OK,kapasiti kita kalau dulu dia proton dalam kalau kita lihat daripada apa yang saya tunjuk dalam presentasi kan daripada 60,100 sampai lah kepada 136 dan juga actually 141,000 Actually production kita yang kita announce pada tahun lepas adalah 150,000 mana itu adalah peningkatan dalam lebih kurang lebih daripada 20% Jadi buat masa ini production proton agak stabil Jadi disebabkan oleh faktor itu kita dapat membekalkan ataupun memenuhi apa-apa outstanding booking sebelum berakhirnya skim penjana 同时Roslan指出,宝腾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也就是宝腾新能源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简称Pronet,将在今年第四季度推出智能电动汽车 智能电动汽车完全导入CBU模型 被称为Smart Hashtag One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 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已经有两年之久 军政府宣布再次延长全国的紧急状态半年 这也意味着军政府承诺的全国大选可能会延后 上百人聚集缅甸驻泰国大使馆抗议 并要求立即释放昂山素季等民选领导人 缅甸军政府是在两年前推翻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之后 宣布全国紧急状态 该紧急状态原本在今年1月31号到期 而军政权也承诺在今年举行全国大选 不料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召开会议 并以国家局势不稳定 以及需要更多时间准备大选为由 决定延长紧急状态 军政府首脑敏昂来强调 将按照民意举行多档选举 但当局至今都没有确定选举日期 以及提供有关选举的任何细节 相关举措不仅引发缅甸社会强烈反弹 抗议声浪不断 而许多分析师也认为 由推翻民选政府的军政府组织选举 已经让选举本身失去意义 随着巴基斯坦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多名嫌犯展开调查 并表明袭击者可能有内部协助 白沙瓦市总警长依贾兹证实 当局在发现线索之后 已经展开重大的逮捕行动 不排除有内部援助 以致袭击者逃过安检 此外警方此前也指控 有关袭击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所为 袭击者带着10到12公斤爆炸物 以访客身份进入清真寺 对此 巴基斯坦塔利班一开始声称 对袭击负责 但随后又予以否认 截至目前 这起爆炸事故 已经造成至少101人死亡 另外有200人受伤 大部分的遇难者都是警察 这也是最近10年来 白沙瓦市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事件 对此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以及拉荷尔 卡拉奇 瑰达等主要城市 宣布进入安全警戒状态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陈辉锦 感谢收看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